原来我们的这个中华权新闻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一些软性的新闻 就是说到有一个女子 还在干嘛呢 就是她穿了一个12400令吉的这个白鞋子 就是广街 但是只要你碰到一下的话呢 她叫你求赔偿就是大约30令吉的 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中国云南昆明市 有一间购物商场的一个女清洁工人 她在拖地的时候呢 不小心就碰到了一名短泛女子的白鞋子 结果呢 这名女子呢就当场就是表示自己的鞋子 要价在就是要2万多人民币等等的 超过之类的一个说法 然后要求这个女清洁工人呢 赔上50元人民币 这个事情会不会太过分呢 嗯 那这个2万多块的人民币的鞋 就大概马币的一万两千四百令吉了 哇 就碰了一下就要给50元人民币啊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一点了 那就根据中国的媒体报道呢 这个白鞋女呢 她称把她就暂时把她称为白鞋女了 就不满 因为这个清洁工人的拖地的时候呢 就拖到了 这个拖把拖动到了她的这个鞋子 然后气的就是要求她赔偿 那也不要骂这个女清洁工人呢 你50多岁来自己上班 呃 一个月真不上几千块 5050块你赔不出来 还敢在别人的脚 还敢就是拖这个鞋 拖地拖到别人脚上 然后就说了这样子的话 还就一直大骂着说 你不敢赔吗 你不赔吗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女清洁工人呢 无奈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努力 找口饭吃而已 那这个白鞋女呢 也是在继续的更加的 彪骂的说 你我管你靠什么呃 师范 你闯了祸 就是要赔赏的 然后事后呢 就有把握人员呢 呃 就来呃 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也是见了这个白鞋女 呃 坚实要你这个女清洁工人赔赏呢 便在报案呢 要双方到警局去调解的 但结果不知为何呢 两人在这个去派出所 就警察局的路上 本来坚实要要求赔赏的 这个白鞋女呢 突然般若竟然自己离开了 而这个商场方面呢 则是表示说 女清洁工人呢 拼非就是故意用拖把去触碰 这个女客人的鞋子啦 那在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说到任何过分的话 所以呢 这样子的报道说呢 这整件事情呢 过分的就只有这个所谓的白鞋女 嗯 对 所以呢 这个女生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白鞋女呢 就是在版图中就就竟然离开了 是不是害怕自己的鞋子被人发现 其实也并不适值 一万两千四百令吉 可能不止这个价钱 可能只是一百块而已呢 不知道 这个是我自己猜猜而已啊 所以呢 才不会到这个警察局去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所以呢 很显然 如果你是穿白鞋子的话 当然自己要去 本身去照顾自己的拥 基本是要小心 对啊 无论 如果你穿什么鞋子 只要你 因为现在的鞋子 应该是蛮多样化的嘛 嗯 而且 最多人喜欢的就是白鞋子 因为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 超流吧 超流吧 所以呢 如果你要穿这样的白鞋子的话 你就要预料 就会被不小心 就会暖脏之类的 这个是我觉得 蛮 蛮难免的 除非你本身有 有好好的保护自己鞋子 你要去买一些所谓的一个 泡物机 可以防水之类的 诶 都可以去尝试 利用这种新的技术 所以呢 嗯 如果你自己 真的有很喜爱的鞋子的话 就好好保护自己鞋子吧 大家另外这新闻 有关于就是 新加坡的 那新加坡呢 又有一些 类似感情 或者是 金钱上的一个纠纷 然后也是自杂不成 导致汽车爆炸 一个时间 在新加坡 经常都会发生 一些类似的事情 那有一个失蹈时机呢 因为金钱上 和这个感情上 遇到挫折 他就买了四罐 这个所谓的 丁源气体 计划在车内呢 吸气 这个气体 就是自杀的 起来呢 当他决定要抽 人生最后一口烟的时候呢 点燃气体 就是这个气体 就是所谓的丁源气 就是导致了汽车爆炸 烧伤了自己 而也导致附近的霸梁 汽车是受到这个波及的 嗯 这个所谓的丁源气 其实它是一个 燃料来的 它是一个 燃料的 燃料的一个气体 那所以呢 当你点火的时候 当你这个车 充满这个气体过后呢 你在点火的话 打火机 只要是稍微的 有一个火花的话呢 都会引起爆炸了 然后呢 这个被告呢 这个 索尼诺亚 就是面对19项控装的 包括 一项鲁莽的行为 危害 其他人的安全 而且两项鲁莽 使用义软物品 而两项恶作剂 以及14项 欺骗的控装 总共19项的一个控装 它是在昨天呢 在新加坡 这个国家法院的时候呢 就认罪的 那控方呢 是要求 判被告呢 至少要 监禁两年 然后法官就说 这件事情呢 可能会延伸到 明年1月5日 才下判的 对 那 他遇到那么多挫折 但他选择了利用自杀 利用自杀 来了结 整个人生 包括这些 他所犯的一些事情 欺骗的控装 现在呢 他的确是可以 好好的在这一个 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 如果应该是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会在这个 牢狱当中 去度过他的一个 可能 一个几十年 一个两年 对 不晓得会多久 而且他说的好 这个问题就是 他因为感情 一些挫折 连一个自杀 都遇到了一个挫折 我觉得 你的这个人生 已经可能不会有 再有这样子的 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好好活下去吧 对啊 所以呢 你就回去在牢狱里面去 说到好像理所当人 但你做错事 就要进去 这个牢狱里面 去待一个好几年吧 所以呢 你在这几年呢 我觉得他可以 好好反思一下 你曾经做了一个事情 可能出来 就是所谓 我们也是有一句话 就是中华 有一个句话 就是18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但这个是死后才说的吧 但是你牢 就是你坐牢出来 也是一条好汉 所以呢 你可以好好的去 为自己人生 做一些事情吧 至少不要留意遗憾 当然下 另外呢 也是在 市城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新加坡的 那这个事情是 说到什么呢 就是凡是在新加坡居住 两年以上的话呢 可能也是外籍人士 OK 但至少通过就是 这个国家的一项 全国会考的外籍学生呢 他们借有资格可以提出 就是拥有 新加坡的永久居民申请 那新加坡移民局呢 就与有关的 这个这个关卡局呢 在这个月18号的时候 就推出了永久居民电子系统了 那这永久居民申请者呢 可以上网 提交所有的资料 然后再也不需要 预约时间啊 亲自来提交申请文件的 那申请者呢 是在这个提交表格上 只需要缴付100元的新币 然后呢 就大概约我们 这300令吉了 就是乘三的 这个手续费 那成功申请 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呢 还要支付20新元的 这个债入进许可证 然后换而的就是 总结来说的话呢 成功申请永久居民的人士呢 总共要付上 120元新币的 就代表我们自己的 一个362令吉的费用了 然后申请的过程呢 一般是需要 4到6个月 那某些申请的 可能是会要 更长一点的时间的 因为感觉就是现在 如果你要申请 这个新加坡的 这个永久居民呢 感觉变成 变成容易的一个事情啊 当然我所知道的 只要你是专业人士的话 你也至少要做工 好几年你才可以申请 政府这方面呢 才可以批准你去申请 所谓的这个永久居民嘛 但现在看事 好像变得简单了 只要你是那里的学生 就意味着 只要我想 像我孩子 可能生活变得好一些 其实新加坡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嘛 就是至少那个收入啊 还有你的那个工作也是蛮稳定 只要你有一个大学文凭的话 其实应该在新加坡工作 是不是什么一个大问题 所以呢 看事如果你想当这个居民的话 大家甘请就让这个孩子 去新加坡读书 因为读过两年的话 再考一个会考 就可以成为了这个永久居民啊 所以呢 不会非常难嘛 才用半点时间就可以搞定了 我们谈一下另外一支新闻吧 就是在这一个 也是就是新加坡的一个事情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就是 管理局啊 就是像范夏没有获得授权进行交易 或者是欺骗罪的马来西亚共鸣啊 就是这个郑天阳啊 他发出了一个经历 就是从今日起呢 就是禁止他五年内在新加坡 从事任何证券 或者是 或就是其或法律下的这个管制 受管制的活动 或者是管理 或者是成为任何资本市场服务公司的股东 还有大股东 为什么 要向他发出这样的一个禁令呢 嗯 这个金融这个金管局呢 也这个禁令也是规定 这个郑天阳在五年期间呢 就不得提供任何金融顾问的服务 以及参与管理的 那称为这个 这个为在金融顾问法律管制下任何财务呢 公司做大股东 或者做董事这样子的 然后呢 金融局是在 这个昨天中午的时候呢 通过文告就发出这个消息呢 那这个郑天阳的五年 这五年禁令呢 是从昨天开始了 那就根据这个金管局的文告呢 是在2012年10月24到2013年1月8日期间呢 郑天阳呢 他自己就有交代 为什么他会被禁令了 那这个郑天阳呢 就通过不同的交易 交易户头呢 对有关的股票下假订单 那是有关的股票呢 价差合约呢 觉得这个价格的产生了变化 这个CFD 然后呢 他在有关的这个 有关的这个价差合约的 这个价格改变之后呢 就进行了买卖合约 然后再一次撤回 有关这个股票的订单了 那这个当局呢 也是有说到呢 上述的做法呢 是会使到有关的这个 这个价差合约的价格呢 会变得对郑天阳有利 那这个损级的价差合约的 这个供应商呢 就从中可以获到呢 大概三万两三万两百三十九元 令吉的一个盈利的 就是如果换一句话说来的话呢 就是可能你自己本身就在 你用你自己本身的权利 然后再玩弄这些股票吧 然后你玩弄这些股票呢 你受益的就只有你自己 你不是受益大众 你是受益的就只有自己 可能你把这个股市给搞夸了 你说不定 如果你是这样子 这些做法的话呢 所以呢 就是当局这个金管军呢 也是揭露了这样子的事情 也是做出了这个警令 就禁止他在五年内呢 就有做关于这些所有的 这些finance啊 还有这样子的这些金融的 这些活动了 所以呢 这个郑天阳呢 他就被判了六项欺骗罪 还有两项就是未经 就是授权进行交易的罪命呢 因此为这个事情呢 判入了就是入狱十六个星期的 呃 参加另外一个新闻 有关于在这个中国的方面吧 中国北京第二人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有关于肯尼亚 呃 电信诈骗案的 对涉案的第一批 33名被告做出总判 所以呢 两名台湾主嫌犯呢 就是张凯明 还有这个林金德 各判监禁15年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嗯 那根据这个中央报导呢 这个肯尼亚 那案呢 共有85名被告了 那其实 其中70多人呢 是中国 呃 中国警方从肯尼亚 呃 押 这个 这个 呃 就是押解回来的 然后包括44名台湾的嫌犯 那 根据报导记说到呢 北京是第二 这个呃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 7月呢 已经开始 呃 审理这样子的这个案件了 由于涉及的人是 呃 这人数呢 是太多了 所以院方就安排了 呃 呃 星期四早上的8点30分 10点啊 还有2点 来分批来宣判的 那首批宣判的33人 有其中13人是台湾人 那第二批17名人被告当中有9名是台湾人 那呃 法院又是以这个诈骗罪啊 分别呃 判处17人的这个这个监禁三年至1月呃 呃 至一年 9个月呃 呃 就不等了这些呃 这些呃 这些刑罚了 那呃 呃 有这个这个呃 这个啊 出这个金钱的这个处罚也是有的 那是这是中国呃 去年起呢 呃 从这个多个呃 呃 多个国强压台湾犯制到中国的一连串 呃 跨境电信七 诈验案中呢 是首个呃 宣判的案件 来的 嗯 对 说到这个呃 透过电视区来诈骗一个案件呢 其实应该是说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吧 呃 好像我在香港曾经也是有报导过 然后在中国也是常见的事情 然后在马来西亚相信也是有 然后台湾也是有看过 因为有些网红呢 他也是把他自己试试 诶有人想起诈 做一个诈骗电话案呢 也是打电话给了这一个人 呃 打给 打电话给了这个网红 然后这个网红呢 就自己录 录了一个影像 来录下了就是 整个过程 就是这个人要起诈他的 这个金钱的一个方式等等的 还蛮还蛮 呃 当然是透过这影片看是非常好笑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因为还是依然有不 不少人还是会种糟的 就是呃 会跨 透过这些跨境的电话 电信啊 来诈骗你的钱这样子 所以呢 王王他们都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你的钱 就是呃 你 他们已经有钱准备要给你了 对不对 可能你就是中奖啊 还是之类的 通常我 我听到朋友都是说中奖啊 然后报道上里面很多也是中奖的 然后呢 你中了这个奖之后呢 可能是呃 你可以去到哪里哪里去旅游 或者是哪里哪里就是会给钱你这样子 但是呢 他们都会有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要先付费 你要先呃 帮他们付一个所谓的一个 什么之 好过海瓜那个钱 还是之类的 非常好笑的 哎 他 他就是要求先给 过一个两千块给他们 他们要通过一些手续 不懂什么手续啊 那个钱才会过到 把那个账人才会过到你的户口这里来 我在心里想 我在心里想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 B 我在当时我也是曾经有接过一下那个电话 所以我就用了 我就我就问他说 哎 既然我中了十万嘛 那你就从我那里扣啊 你就在十万元那边扣那个两千块出来 你就做程序 还是子里的 然后我再给 我再给多一万块 你就是做这个所谓的 tips tips嘛 对不对 因为你帮我工作嘛 那我就拿九万就好了 不可以吗 他也牙口无言当时候 我就非常好笑 所以呢 呃 照片集团呢 是哪里都有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小心 为上